今天你即便是沒有化妝基礎的人 手滑畫歪啊 不小心壓到 小放手 OK 文森先生的超雷粉底液 總共推出四個色號 它裡面有特殊的含水因子 所以呢在你抹開的同時呢 它會釋放出水分 配浪的底妝更加貼合我們的肌膚 01色白富美 適合白皙膚色打造一個提亮的效果 02色橙之美 它就介於白皙與健康膚色中間的自然色調 03 健健美 適合小麥肌 液態美 更健康膚色 或者是男生朋友來做使用 當作修容使用也是相當的不錯 一般台灣女生的話 我覺得大概是介於一號跟二號色左右 那每一瓶超雷粉底液裡面呢 都會附這樣子一個氣墊粉撲 上端這邊呢 有一個小尖角 可以更深入細節的部位 比如說眼頭的部分 然後眼角凹陷的地方 剛剛集我們皮溝的地方 01色號 輕拍按壓 我眼下暗沉的地方 它就立馬被修飾了 皮溝的這個部位也不要去放過 也要仔細的上粉底液 蘋果肌的地方更加的澎潤 毛孔修飾的地方也是修飾得相當的好 由下往上按壓 它立馬就會有一個被拉提的效果 超明顯 我現在這邊整個是上去的 這邊就還有零掉下 而且兩邊的膚色 明顯就是 這邊就是比較提亮 比較均勻 那這邊就是還有一點點暗沉 你看 我這邊已經上了三四層了吧 那依然呢就是非常的透亮 而且不卡紋 毛孔的部分呢也修飾非常的好 現在天氣這麼的熱潮濕啊 我的底妝會不會吐石流呢 然後按壓 你看 上面完全沒有我的底妝 把粉底液擠入水中 準備攪拌辦法攪拌 它頂多就是粉底液就是稍微被我打散而已 可是它完全依然沒有我的水中 把它抹在手上 然後稍微化開給你們看 推開抹 滿水潤的感覺 現在它已經幾乎完全融入我的肌膚的裡面 超水潤 超透亮 它可以拿當作 底妝橡皮擦 眼線啊 手滑畫歪啊 睫毛膏 不小心壓到 臉上去 這種東西就是又濃又黑又難寫 粉底液 氣墊粉撲 然後按壓粉底液 然後就是一樣 輕拍按壓的方式 輕輕鬆鬆 就把我的 瑕疵的部分給修正完成 今天為大家介紹 文生先生的超雷粉底液 希望你們會喜歡囉 掰掰